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的嘉賓仍然是來自要財證券研究部分析員 譚志浩先生 阿倫 你好 內地股市變風不是太大 上市指數最新升4點 最近是2272點 虎心300指數最新跌3點2519點 說話也沒有太大變動 暫時跌173點 還有23225點 跟阿倫我想看看大行報告 看到李昂方面早前出了一個報告 看到2013年大家都說要增長住房需求 又有說消費的井噴 亦有說基建的升級 他就說這些方向是帶動了部分相關的股份 從城鎮化的進程中受到得益 我想和你集中一點先說 就是基建升級這件事 他就說中國中鐵390 還有藍車1766 主力的受惠兩隻股份 另外中國農工和三一重工 都是其中一個受惠的股份 怎麼看呢 基建升級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止中國中鐵可以受惠 其實所有基建相關的股份都可以受惠 沒錯 你說基建升級這個概念 可能中國藍車會更加受惠 因為始終在說 未來來說中國發展高鐵 鐵路等等 未來會運用更多更多 新的技術高鐵等等 這些基建投資在 所以你說如果藍車來說 未來那些訂單的增長 有機會的確是見底會升 但是你說好像等等現現 其實基建升級這個概念 最主要都是說 未來會推動一些更加多元化的 可能鐵路等等規模的投資 這方面來講 帶動偵偵然 始終我都相信 你看著衝敬未來內地經濟 有一個回歸的跡象 在基建相關的投資力度 我相信怎麼都不會放軟的 這方面都會有利整個基建鐵路來講 基建板塊 講中線的發展 其實你說好像見到 內地其實從去年的2012年下半年開始 偵偵然一些對於鐵路等等的 投資規模的金額 見到都是有個明顯的加大了的跡象 我相信這個勢頭會寧可保持 今年鐵路的投資規模 目標是5600億人民幣 未來仍然是有機會上跳的 我都會覺得 所以你說後四來講 鐵路板塊 我覺得的確是有條件繼續看好 好 你見到今天幾隻股份都逆市上升 先看看股價表現 中鐵建現在升了3% 正在$9.04 中交建升了0.6% 正在$7.69 正在升5 中國中鐵也升了2.2% 正在升1.5% 正在升1.5% 中國藍車升了1% 正在升1% 正在升7.02% 藍車時代跌2.4% 正在升28.3% 你看到昨天中鐵390有個消息 在柬埔寨即將會興建8億元的鐵路工程和港口的綜合項目 問一下阿奈 基建鐵路股這麼多隻 是否都好像李昂那樣說 其實都會看好390 你先說390 中國鐵建等等這些公司 我自己看的確不會太差 因為近期來說 都聽到他們 除了內地方面的鐵路投資之外 海外上的業務都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其實你看他們海外的業務 我相信整體表現都不會太差 因為一些新興市場等等 未來都會靠推動基建來講 刺激化經濟 因為目前來說始終市場借資金非常充裕 例如說很多地方政府 都未至於去到窮到沒有錢 所以他們仍然是有資金去投資的情況下 我相信基建鐵路這些環節 都會是一個投資的重點 所以他們未來在海外業務上 我相信不會表現得太差 所以其實你說這些消息 都是有助股價繼續反彈整個鐵路版法 我相信隨著環球的經濟有個回暖的跡象 整體仍然表現真的不會太差 但是你看中國中鐵和中國鐵建等等 最主要集中在內地方面 但是你說內地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還有一個問題 他們負債水平較高 但是你說始終見到 其實你說由下半年開始 內地減過兩次 整體仍然他們利息的支出 我相信整體仍然都會有一個改善的積放 在未來出現的全年業績 我相信整體仍然表現 的確不會太差 到今年來說 銀根仍然持續放鬆 都會有助他們的融資 所以他們這方面 一直以來的利膽因素 也都消化了七七八八 後市來說基本因素 才能提及到 你說鐵路規模投資的金額 未來有機會上調 所以後市來說 我覺得好像中國中鐵等等 後市仍然是可以繼續看好的 因為你看回股價技術走勢 去到目前為止 都是一個高位整固的格局 我覺得你說 只要不跌穿之前的低位 四個四號這些水平 仍然可以繼續中線向上望 不跌穿四個四號 後市的目標 我覺得可以先望回五元 如果能夠成功突破五元 我覺得其實目標可以後回 5.5元左右才考慮股出獲利 好啊 其實他剛才提到 就是3339 就是龍工 還有就是三一重工 631 這兩隻又怎麼看呢 其實這兩隻相對 剛剛提到的 基建鐵路相關的股份 好像沒有那麼當炒 是的 主要原因就是 始終說這些重型機械板塊 其實過往來說 第一就是他們本身的機械的建設設備 確實是過多 始終在說 內地在過往那兩年來講 隨著樓價有個比較波動 又有反覆下跌的跡象 一些地產商的動工異辱 真的不是非常之大 都導致上 對相關機械設備的需求 的確是減弱了 都令到他們有部份的機械 的確是丟空了 都影響他們的營利能力 但是其實後市我自己看 這些重型機械設備股 未必說太過差 因為看到其實由2012年 11月12月份左右開始 隨著樓價回暖等等 你看到這些房地產的發展商 動工的意欲都是大大增加了 而且看到因為 中央都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內地 其實你說到樓宇的供應 是到2013年開始有個不足的情況 所以近期來講 看到動工的糧 都確實有個大大加快的跡象 而且看到地方政府 賣地等等的情況 都有個改善的跡象 整體而言 其實我相信未來來說 新屋動工等等的數量 在內地方面都會有機會改善 隨著這方面的改善 這些重型機械設備的公司 對於他們的產品的需求 整體而言行業上都會大了 對他們的公司股價來說 都會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好 另外 再提一提 就是想來的股 今天幾乎都刺得比較急 看看股價表現 安返航多水泥 跌2% 28.8 跌6毫子 中原財跌1.16 11.9 跌1毫4 華遠水泥跌2.26 跌5.2 跌1毫2 中財股分跌3% 跌2.5 另外今月跌1.6 跌7.3 亞洲水泥跌0.75 跌3.96 山水水泥跌1.85 跌5.82 山泥水泥跌1.8 跌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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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2.45 另外天水水泥跌2.3 跌1.5 跌2.85 跌1.85 提一提 李昂的報告都提到 安返航多水泥 可以納入增長住房需求 這個條件受惠的項目 安返航多水泥怎麼看 近期回了不少 因為不少家庭觀眾 其實經常打來問水泥股 安返航多水泥在高位 有回調的情況 現在就碰到十天二天線 怎麼看呢 你說看安返航多水泥 其實整個水泥板塊 前景我覺得中性一點 你說炒作概念是有的 因為始終目前來講 內地不斷加快 城鎮化的速度 整體依然對水泥的需求 的確是有幫助在 但是整個水泥行業一直都提及到 產能過剩這個問題 今年仍然會困擾他們 所以我預料 其實今年來講 水泥價格應該不會出現 一個大幅度的反彈 之前提及到 沒錯 你說一些新鈾 動工量等等 有機會回升 這方面對水泥的價格 是有一個支持在 但是我相信整體的利好因素 只能夠抵消它們 產能過剩那方面的因素 但是你說 比如說安徽海老 中國建塞 或者水泥這些大型的水泥公司 我始終覺得今年表現未必會太差 主要原因都是這些大型的水泥行業 我想整體依然都會透過 行業整合這個過程當中 會受惠幾宗 如果整個行業不斷整合 這些大型的水泥狀 所以整體依然它們的產能 有機會再加大 如果產能加大 整體依然它們只是說營業額 有機會增加 只要水泥價格沒有大幅下跌 整體依然無理保持這個水平 意味著它們的盈利 仍然能夠保持著一個不錯的增長 所以後市來說我覺得都可以繼續看好 按回我的技術走勢來說 比較關鍵的支持位置 28.5這個水平 其實只要不跌穿28.5 我覺得仍然可以繼續持有 所以可以留28.5 也是20天線這個支持位 只要不跌穿28.5 我覺得暫時仍然可以繼續持有 短線的目標 暫時可以收回到30元這個水平 才考慮故祖惡禮 好,謝謝安來 我們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後來回到我們問答的環節 有想問我們嘉賓的話 快點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是204-6566 電郵地址是ASK-BSTROCK.COM 麻煩安來 麻煩安來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股份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我們先回到一會 回到問答的環節再見 現在恆新指數最新跌188點 還有23210點 國企指數最新跌130點 還有11866點 待會再見